这是35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 前面正在驾梁 我走的这一段是驾好的桥梁 运梁和驾梁都是同一台设备 这个设备就叫运驾一体机 也称流动式驾桥机 正在运梁 堵车了 通了 我也跟着下去 高铁的桥梁就是壮观 前面就是驾梁地点 看一体机怎么完整的驾一框梁 一体机还在前进 看它的轮子 千斤顶撑出向梁的 师傅们开始工作了 箱梁孔里面也有师傅 上面有电线 这个位置看不到安逸 这边没有电线 但是光线要差一点 一体机开始往前走了 又停了 开始降前肢腿了 降的还挺快 一体机也在往前走 前肢腿要放下去 还在调整位置 还在调整位置 前面的车轮出来了一点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5点10分 看下这框梁需要多长的时间 一体机的前面 会走到这些位置来 悬空的车轮 等一体机再走一段 我还要再换一个位置 现在这里离它太近了 白鹅 这个景色非常好 天空好冷 前面的车轮都悬空了 走的还是挺快 现在是5点18分 行程轴完了 要换中间的肢腿自撑 下中间的肢腿了 撑上了 这些鹅像鸡一样 在草地里找吃的 似乎在那千斤顶上去 把前面的两个千斤顶 放到前子腿上面 等一会儿 前子腿要移到这个桥顶上 上面的师傅 在向梁的底部上次乘坐 位置有点改 师傅是坐在地上的 中间的肢腿撑好了 前子腿伸上来 已经伸起来了 现在是5点28分 前子腿开始往前走了 师傅也在上面 好像是两位师傅在上面 一体肌的重心在他的后面 所以他非常稳定 前子腿走得挺快 把前子腿撑到桥顶上以后 一体肌才再次往前移动 必须要有一个着力点嘛 师傅开始处理桥顶的顶面了 还要搓毛 处理的位置 就是等一会儿要灌姜的地方 只有灌到姜 香料和桥顶才能够可靠的连接 5点36分 前子腿要走到位了 时候准备下来 把沉重的千斤底放下来 手动锁路来了 调节前子腿 准备放下来 还在放 一定要把它压实 这个位置也挺壮观 撑好了 松懒毛了 把电板移开 中间的支撑又放下去了 再次升起来 那个孔里面 也有一位师傅 马上就要胃凉了 开始胃凉了 能够看到整台炸小鸡 再往前走 现在的时间是6点5分 看一下胃凉的速度 再往前走 胃凉的时候 稳定性要差一些 所以要离它远一点 所以要离它远一点 快到一半了 后面的轮转 慢慢的走 暂停一下 又开始走了 又开始走了 快走到位了 再换一个位置看 真的好长 我不在它下面的 它离我还有一段距离 现在是6点18分 开始落凉了 准备堆位置 快落到位了 师傅在准备灌浆的材料 现在是6点30分 金条位置了 打上千斤顶 把香料支撑住 现在是6点40分 拆电板和龙毛了 拆电板和龙毛了 6点42分 升吊臂了 把香料落到位 一共用了一个半小时 还是非常的快 6点45分 一体机开始退回去 其实一体机较量并不慢 只是它熨凉的时候 要多费一些时间 而且它非常灵活 过隧道很方便 还可以在隧道口 实现价量 这是一体机的优势 师傅在鸣喇叭了 6点50分 退回去一半 等它的轮子全部退完 然后这个视频就结束 它的车轮是可以升降的 现在是升起来的状态 6点54分 推到位了 放车轮了 要把中间的连接 恢复 前肢腿开始旋转 旋出来一点 7点05分 提电板龙毛 把它提上去 开始收前肢腿了 前肢腿收上去 架桥鸡就可以开走 好多货车 挺多人在看 架桥鸡开始走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再见 我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上 公里 不见 公里 可能 要遍 本来 触自 庭